欢迎回来小恒的反LSTVG的影片 昨天呢我在别人的频道看到了关于LSTVG更改他订阅者的影片 我是知道YouTube可以更改自己的订阅但是就算改了也没用 有一些人说他害了他自己的账号 那么我更希望他不小心删除了他自己的账号那不香吗 我认为他改他自己的订阅人数只是为了让一些人以为他的订阅者很多不好欺负 LST还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YouTube也可以改自己的订阅数 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能了 就算你改了你也不能怎样不要以为有2000订阅就很自大 你还差得远全国YouTuber的订阅就有两个破亿议订阅的了 你只是个小部点罢了到处宣传自己也很不要脸 拍影片用什么变音器怕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不要拍影片 我祝这个儿子小孩子 我不是是屁孩 你不配拍影片 不要再拍影片了 不要给你的家人丢脸你在YouTube上的所作所为 by bwd6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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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